今天来体验一把 不用3D眼镜都可以有3D的Gaming Feel 整个换了一个世界这样 就是我身后的Acer了 罗眼3D型态 更厉害了 眼睛厉害 其实我一向来3D在我脑海里面 还停留在以前看阿娃大戏的那种 戴上眼睛然后会头晕的那种feel 但是自从我玩了它的这个罗眼3D之后 完全刷新了我对3D的感觉 我觉得它未来的潜力会很大 它能做到东西会有很多 尤其是玩游戏上面会更爽 这个技术叫做Special Lab True Game 其实去年就已经出了的啦 现在是升级版 加入了3D Ultra游戏模式 通常名字有Ultra这个字喔 都是很厉害的 比如Apple Watch Out OK 我现在就在这台Predator Helio 300上面去体验阿 现在你看到的画面是2D 这样合为3D裸眼呢 我现在要一间换掉阿 我按Ctrl T它就会变成3D 这样我不懂你们看不看它 但是分着换哪一个世界这样子 它是通过增强3D立体效果 让gamer们就算在3D世界外面 也好像进去了3D世界这样 而且其实在3D Ultra 还可以自己DIY的 自行调整画面细节 效果还有3D景深强度等等 很明显的差别 就是从一个平面的东西 直接变3D去 我现在是没有戴任何的眼镜阿 它的效果是非常逼真的 它的感觉就像是 OK 我尽量形容阿 就是喔 屏幕里面的世界 就好像浮在我的screen上面这样子 很明显我有点想要伸手去抓这个草 但是 哎呀 我又抓不到那种感觉 你们懂吗 而且我左右移动喔 它是会跟着我的眼球 稍微有一点点的活动 但是喔 它最终是有一个特定的范围啦 你的动作不能够太大 但是如果像我现在这样少少的话 基本上它是非常聚焦 也不会有脱颖的那个感觉 那这个螺眼3D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呢 screen的上面有两个图像传感器 靠它就可以识别最终我的眼睛还有头 实时锁定我的位置还有一些小移动 然后再透过Acer的AI自研算法 把2D内容换去3D 再配合买特制的电脑screen材质 才可以实现到这样的效果嘛 所以它卖你贵油是真的有原因的 但是我找到camera上面是很难排出来的 所以我只能尽量把我的感受跟你们讲出来 它的效果跟我带AI有一点像 对 就是好像那个人立在我的面前 但是我不用戴眼睛 为了更逼真的显示那个对比哦 OK 我现在把两台电脑同样的画面放在这边 一个2D 一个3D 你们看出分别了没有 其实我则是觉得相机跟手机不搭拍得出来 这个东西你们要自己去体验 你们要自己体验才有那个feel 因为是眼睛看到的东西来的 很难成为清楚的 但是很生气的 目前这个技术适配在很多种游戏 可以比如God of War Bridge of Spirit Octopath Traveler等等 我这样的一坐下来 它马上就可以追踪到我的眼睛 然后我现在是完全 Fully Focused的状态 OK 现在相机叻 是直接在我的眼睛的旁边 我们尽量捕抓 看可不可以看得到我看到的画面 2D 效果是不是差很多叻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 但是我真的是差很多我跟你讲 我看的东西全部变flat去了 OK 这边可以总结就是说 Acer新一代的多元3D不仅仅是很粗 是更加逼真的游戏主缘 更加重要的是 它不需要佩戴任何的设备 所以也就是说 我当用户得到这个3D效果的成本 就会更低了 低到我只需要在屏幕前面就可以了 根本不需要什么Lens这些东西 所以可以预见了 未来这个市场对这个技术的需求 会越来越高 这是说以后我们可以用在医疗上面 教育上面 零售上面 但是目前用的最少的当然还是在游戏上面 因为那个效果真的是很赞 有机会你们要调查一下 那哪一台新机 可以有这个新一代的3D罗言效果叻 其实Acer也是很良心的 只要你第一代有了的话 这样你直接就可以透过OTA 自动update去第二代啦 所以如果你有第一代就恭喜你咯 免费的哦 好啦 接下来关于Acer的其他新品 记得留守我下一个影片